汉森马拉松训练法之三 制定策略 许多跑者认为说 执行完了艰苦的课表之后呢 就能够在比赛时获得好的成绩 但是呢真的要在比赛当中获得好的成绩 你还需要策略的支持 那书中就是教你如何制定相关的策略 首先我们必须要制定一个目标 可以运用smart的原则 而smart的原则就是 具体的可量化的 而且可以达成的 那并且呢你必须要务实 而且有期限去完成它 那这个就是一个好的目标 例如说之前比赛的时间 5个小时完赛 那你现在想要制定2个半小时完赛 那基本上那这个就是一个 不可达成的目标 比较合理的目标可能是在4个半小时 或者4小时15分 这是可以挑战的目标 为了要达成这样的目标呢 你还需要其他的部分的支持 第一个就是现在 大家越来越注重的也就是辅助的训练 所谓的辅助训练呢包含了 核心肌群的运动 不同等级的动态热伸 再加上呢主力训练 以及适当的伸展 那这些呢都是良好的辅助运动 再接下来的话 则是相关的补给 实际上补给策略可能是影响到 你在一场的全马比赛当中 你能不能顺利完赛的关键 那补给策略呢又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营养的部分 还有水分的部分 营养的部分呢在训练后的15到30分钟内 是最关键的 需要补充适当的碳水化合物 你是一个小时的训练的话 那你可能会需要200到300克的热量 那也就是大概30克到60克的碳水化合物 就是训练后快速需要补充的热量 再来就是比赛前一周 我们大概就要开始做肝肠超补 赛前的一周 就要开始以七成的碳水化合物为主 因为碳水化合物呢是 身体里头最容易转化成热量的形式 可以增加你肌肉内肝肠的保存量 那对于比赛当中都会有相当大的帮助 赛前一天呢晚餐 也是要以大量的碳水化合物为主 在比赛当中的补养策略呢 以热量来讲的话 随着你配数的不同 如果你的配数是比较慢的 例如说是你最大设想量的60% 那你消耗的热 以70公斤的跑者来讲 你大概消耗大概1600卡 你的配数是更快的 可以达到你最大设想量的80%的话 那你可能会消耗高达2400卡的热量 体内 这边的体内是指大腿内的干糖含量 大概只有1100卡左右 那对比之下的话 你会需要500升至1300卡的热量 在比赛当中去消耗 有的人他可能会想说 反正我在补给站看到补给的时候 我再补充 这也是一个可行的方法 或者是期待你习惯吃的食物 不管是能量棒 能量胶 或其他形式的热量补充 那但是呢 你如果缺乏热量 然后体内肌肉内的干糖浩解的话 你就很难达成你原本想要达成的比赛目标 再来的话就是水分 尤其是在比赛当中 你如果脱水1%的话 你的心跳可能会增加7% 跑步当中的时候 如果心跳速度加快 这绝对不是一个好的征兆 所以呢 补充足够的水分的话 会是相当重要的 如何恢复身体 在艰苦的课表当中 很容易陷入过度训练的状况 在这个时候呢 就必须要倾听自己身体的声音 你现在疲劳 到底是在汗生马拉松训练法当中 所强调的累加疲劳上 还是其实你已经达到了过度训练 几个你可以辨认的方法 你是不是无法完全恢复 常常处在倦带艳跑的一个状况之下 如果持续的发生这样的状况的话呢 你很可能其实已经过度训练了 这时候呢 你就必须要去重新调整 这时候呢 你就必须要去检讨你的配数 甚至是你的比赛目标 是不是已经超越了自己所能够承担的范围 赛道上的策略 常常被忽视的就是 必须要严守配数 你设定的目标是 每公里五分钟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双脚体力还很充足 很容易超越过这个配数 尤其是 当大型的赛事开始起跑的时候 你的前面可能挤了很多慢速的跑者 你会急着想要超越他们 所以这时候配数会不知不知觉得加快 你如果在前面加快的速度的话呢 很可能会导致你后面能量的耗劫 宁可前面呢稍微 严守配数甚至稍微慢一点 到后面几公里 再来缓慢加速 这可能是比较可行的一个策略 再来就是说 你虽然说我们要严守配数 但是你还是必须要试天气的调整 因为你有可能遇到了狂风暴雨 也有可能遇到了寒冷的天气 也有可能遇到炎热湿热的天气 那这时候呢 你随时的去调整你的补给策略 跟你的配数的策略 对于你的完善 还有达成你的目标 都是非常有方便的 然后再来一遍 今天的组织 我们的处理 好 好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